那妳今天穿下穿的是哪一件呢? 我剛剛聽到妳有在經驗 妳有在經驗什麼? 這一件有一個小型機 就是它除了是乳乳液之外 它有一個口袋 對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妳在旁邊有在經驗 對 因為我們剛剛想說 這個連身款應該不太會做口袋 很少 但有口袋之後就是很方便 對 是不是有口袋真的很需要 而且其實它的口袋很深 給大家看一下 它整隻手其實就都可以放進去 妳幫我整隻手這樣放進去的感覺 給大家看 它整個手其實都是可以放進去的部分 妳就幫我側身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口袋 在這邊其實是整個手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口袋是夠深 可以裝 一般其實像這樣妳是不是可以 手機其實直接放口袋 對 是不是 尤其是雙飽媽咪的時候 口袋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對 因為妳要拿東西其實很麻煩 對 然後這件的紙料的話 它比較硬挺一點 它也是很舒服的棉料 對 然後它也是布魯衣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樣可以這邊打開來 對 它可以 比較休閒一點的風格 然後袖子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自己做變化 可以折上去 它就可以直接自己做反折 如果妳想要再量一點的話 或者是有精神一點 妳就是再把它再折一點 再往上折一些 那這樣可以防曬欸 對不對 它其實拉到最長 大概可以折到我幾乎的手臂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 就是這邊是最長的對不對 妳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邊 這邊的話它 因為它本身有縫一折 然後我們往前一點 這樣子大家才看得到 就是這邊我們有縫一折的部分 所以其實如果一般正常來講的話 是七分袖 給大家看一下七分袖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妳手可以放對 好 就是大致上是七分袖的感覺 那如果妳要自己折一點點的話 其實就可以變五分袖也可以 如果你折得太熱或者是妳要做事 妳就可以折成五分袖 那如果七分袖其實 其實一般我們還可以有到防曬的效果 對 OK 那有什麼顏色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身上穿的是粉色 好 然後還有什麼顏色呢 有一點點像珊瑚粉 那這個是最基本款 灰色 灰色 好 還有什麼 黑色 這個是黑色的部分 好 還有 這是黑色 然後這個是綠色 墨綠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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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還有 這是什麼呢 偏藍色 對 這是淺藍 對 這是淺藍 淺藍 好 它對藍色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它都會多看兩眼 就會默默自己 真的就是會多看兩眼的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深藍色的部分 好 深藍色 所以總共有 總共有到二 四 六 六個顏色的部分 好嗎 有口袋的哺乳衣 很方便 背面給大家看一下 背面一樣是一個很貼心 剛好遮屁股到大腿的設計 直接到大腿的設計 所以其實這樣 是不是很適合你們後期的馬名 對 就是單穿就可以 單穿就可以 然後就很舒服 那你可以幫我拉一下它的長度 還有空間嗎 就是 因為它可能是完全一件哺乳衣 所以它的話 就是空間其實還蠻足夠的 所以其實到現在已經37了 後面其實都還有空間 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是都OK的 到後期其實空間都還很足夠 如果你比較高的馬名啊 就是 我們這個是直接直 來我來直接這樣 對 就是直接這樣子 如果你是比較高一點的馬名 你就是可以直接變成是 搭一件白色的那搭褲 這樣子其實也就可以很有型的部分 千萬不要害怕穿白色 白色真的在夏天很好搭 因為你穿像這樣子的洋裝啊 高一點的馬名 大腿其實也都被遮住了 剛好露出你細細的小腿的部分 其實穿起來白色就會很亮 夏天真的不要害怕穿白色內搭褲 好看 好看